為了提高本國年青人對中樂的興趣和認識 多倫多中樂團會在12月舉辦首屆 鋼琴和中樂團協奏曲的大賽 主辦單位說這次比賽有三個第一次 記者李斯雲報道 比賽曲目採用鋼琴大師劉思坤、孫逆林、潘一鳴、 王曉飛在1959年所作的青年鋼琴協奏曲 多倫多中樂團表示 是首次有鋼琴比賽採用鋼琴和中樂團合奏作品 此外這首樂曲亦是首次在多倫多演奏 而且作品要求演奏者對東西方音樂都要有認識 才能夠演奏出兩種不同的音樂語言 其實音樂無分各界的 現在你看到全世界很多不同的音樂 都是中西、東、西合埋 會產生一種新的局面 比賽優勝者更加將會參與多倫多中樂團 明年五月週年音樂會演出同一個曲目 凡是1980年1月1日之後出生的人士都符合參賽資格 截止日期是11月15日 詳情可以瀏覽多倫多中樂團的網址 www.torontochineseorchestra.com 身時代電視新聞報道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